这是一片青山碧水静润的土地 因山而秀美 因水而灵动 因文化而厚重 这是一方悠久历史眷顾的圣徒 沿着灿弱星辰的历史足迹 文明的星火世代传承 这更是一块 为现代文明感染的投资热土 和这积月高昂的新时代号角 建设的步伐 铿腔有力 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激昂战股 镇党委镇政府团结带领两万六千名张村儿女 担当起脱贫攻坚的时代重任 率先发展大跨越 奋力实施美丽乡村连片示范区建设 一个生态优美 充满活力的新张村 破茧成蝶 在黄河京三角核心地带 熠熠生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村镇 辖二十八个行政村 一百五十六个居民组 两万六千六百零二口人 全镇国土面积九十六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两点三万亩 滩涂一万余亩 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五十三点四 水体和空气质量优良 旅游资源丰富 自然风光 人文圣迹 一应俱全 独具魅力 在黄河之盼 中条山下 历史悠久的张村 正沐浴着党的十九大开启的新时代 新征程昭扬 砥力奋进 谱写这一曲曲 强化党建球发展 夯实基础谋致富的 华美乐章 张村镇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北一中条山与运城市盐湖区接壤 南陵黄河水与河南省三门峡市隔阂相望 丰平路 盐黄浮平旅游公路穿进而过 运三高速连货高速竟在咫尺 随着南北运梅大通道 蒙滑铁路的建设 新改线的运三高速公路 将在小建北村设平路出口 距运城三门峡 只有二十分钟车程 张村生态优美 风光秀丽 气候宜人 地处山水之阳 自然形成向阳泼面 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境内气节水清 土壤肥沃 光照充足 雨量适中 海拔高 温差大 年平均日照 两千两百七十二小时 年平均气温 十三点八四十度 年平均降雨量 六百至七百毫米 无双期长达 二百三十八天 是天然的种植园 是适宜人居的好去处 特别是黄河岸畔的三湾村 因圣洁精灵大天鹅的落户 而驰名中外 中国大天鹅之乡 已成为平路对外宣传的一张 亮丽名片 每年举办的 踏春草莓采摘 上鹅花 萧夏文化旅游节 大天鹅风情摄影展等活动 吸引了周边游客 和摄影爱好者 前来观光采风 每年春夏之交 全国数千名游泳爱好者 就会来到这里 静渡黄河 场面微微壮观 为平路打赢脱贫攻坚战 增添了更要厚度 更有内涵的发展底色 张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是我县疫区五代 黄河经济代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是平路县委县政府 一成两集群的主战场 近年来 镇大委镇政府 通过以工代振 农业综合开发 农村连片环境综合整治等资金整合 先后铺开了 果蔬产业扶贫 旅游观光 教育培训 生态补偿脱贫等项目 36个 全力打造 及旅游观光 生态保护 产业支持 灌溉农田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旅游观光示范景区 对美丽乡村建设 群众致富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全镇以基本行程 田城快 树城行 凌城网 局相连的 现代生态农业区域 成为运城三门峡的 后花园 张村文化底蕴深厚 是省级文化建设 先进乡镇 特色移居示范镇 市级文明乡镇 是清代刀光年间 熟理台湾知府 同波年出生地 是古渔国夏阳城 清代老县城所在地 是黄河全景漫游走廊 重要节点 平路古巴景中的京畿夜月 竹林小钟 均发生在此 摇头村五里敦 夏阳城遗址 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京畿铺上的官地思想庙 是全省文化建设重点 观光文化开发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 黄河岸边的太阳渡 是连镜街域 羽毛精渡 大雨渡 风陵渡 普京渡 并称黄河中游 五大古渡 近年来 随着资源的不断优化 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张村镇已形成了 果 桃 木 菜 菌 沿六大产业格局 三千六百亩日光温室大棚 五百亩连片连池 三千多亩优质苗木基地 上海园艺公司的 一千亩草坪等 特色主导产业 出具规模 为群众增收致富 奠定了坚持基础 风正潮坪 自当扬帆破浪 任中到远 更趋策马扬边 时代 把古运与兴风并存的张村 再一次推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今天的张村 在县四大班子的正确领导下 在全镇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正以特色产业基地 文明和谐乡村生态旅游名震 人民幸福家园的崭新姿态 融通世界 以科学发展 跨越赶超的辉红气势 谋划未来 张村人 以海纳百川 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 全力开启美丽乡村建设的伟大真城 信心百倍地 朝着黄河金三角地区 最美的全域休闲观光旅游基地 和三镜门户花园市田园综合体目标 激昂雄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